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日本央行致力于维持低利率导致日元大幅贬值 使得进口食品燃料和其他必需品更加昂贵 当世界各国努力控制通货膨胀时 有一个国家张开双臂欢迎它 过去几年里日本认为大流行导致的供应链堵塞和地缘政治冲击造成了通货膨胀爆发 这是使经济摆脱长达数十年的增长疲软和通缩压力循环的一种方式 因此当美联储等主要央行提高利率以控制物价时 日本央行却在通胀加速之际将利率维持在低位 这样做的道理是通过维持最低利率 央行可以利用价格的暂时飙升来促进它一直以来寻求的那种温和稳定支持经济增长的通胀 企业可以以成本上升为由提价从而增加收入进而提高员工工资 随着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 消费者可以花更多的钱从而创造一个积极的经济循环 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 丰田这样的日本大公司已经公布了巨额利润 并承诺为工人实现几十年来增幅最大的加薪 今年3月日本央行17年来首次上调了政策利率 认为日本经济已经实现了它所设想的工资与物价之间的良性循环 在日本央行本周召开会议之前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一切并非按计划进行 日本经济在过去三个季度中 有两个季度出现萎缩 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让给了德国 近年来 央行致力于维持低利率 不仅让通胀升高两年多来 通胀率一直高于政策制定者设定的2%的目标 还促使日元大幅贬值 使得进口食品燃料和其他必需品突然变得更加昂贵 消费者的反应是大幅削减支出 面临需求疲软的小企业发现 很难像该国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那样提高价格和工资 目前还不清楚大型跨国公司的工资上涨 是否会蔓延到更专注于国内市场的日本公司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消费疲软拖累了日本经济 这是对日本央行低利率姿态的回应 保持低利率的姿态 让消费者担心 未来几年通胀率将继续超过工资涨幅 对于日本央行官员将在周三宣布的决定 有的分析师认为会加息 有的认为会维持不变 没有一种优势意见 日本央行希望通过推高工资 让通胀再次发生 短期内的通货膨胀 就能够转化为长期通货膨胀 但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 野村综合研究所执行经济学家 日本央行前政策委员会成员 木内孝秀因表示 他说出人意料的疲软的消费支出 以及不断贬值的日元 都有一个根源 日本几年来货币政策的错误 木内孝秀表示 如果日本央行早几年提高利率 日元就不会贬值这么多 消费者活动就会更稳定 经济表现可能会更好 近日 在东京西北部 一个闷热的下午 两个孩子的母亲 49岁的梅村 尤梅子 因来到一家肉店 想买混合的碎牛肉和碎猪肉 梅村尤梅子说 近年来 他的日用品购物账单增加了 而他在一家数据处理公司的薪水 却没有变 他预计家庭预算的紧缩 将持续一段时间 他想方设法节省开支 比如购买250克肉 而不是300克 他说 购物不过量 这就是我的节俭之道 店主山本吉正因表示 他正在努力应对销售放缓和成本 上升的双重影响 他说 即使是本地采购的肉类价格也升高了 因为牲畜的饲料主要是进口的 山本说 他想提高价格 但觉得做不到 因为几十年来 他的顾客习惯价格保持不变 顾客已经习惯了我们的价格 如果涨价 他们就不会买了 他说 反正人们已经不买那么多东西了 我们怎么能涨价呢 日本经通胀调整后的消费者支出 已连续四个季度下降 这些态势开始出现在日本更广泛的经济领域 工资 工资虽然有所上升 但未能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 导致截至今年5月 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连续26个月下降 经通胀调整后的消费者支出 已连续四个季度下降 日本经济在过去三个季度中 有两个季度出现萎缩 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 让给了德国 本月日本内阁府将截至 2025年3月的财年经济增长预期 从1.3%下调至0.9% 主要原因是下调了对消费支出的预期 消费者需求疲软 储蓄率已降至零 人们不得不花掉收入 经济学家理查德·卡斯说 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 《日本经济未来之争》 The Contest for Japan's Economic Future的书 假定企业能够通过涨价而转价 工资成本 日本央行是在透过一面棱镜看问题 这面棱镜让他们可以只看到 想看到的东西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日本难以应对物价上涨的 影响的一个原因是 官员们很难摆脱过去没有通胀时 只在鼓励通胀的长期政策 他们表示 官员们原本由于加息 可能抑制需求 而不愿加息 这样的顾虑现在已经改变 他们认识到 消费者支出可能出于对持续高通胀的担忧 而更加敏感 最近几周 日元汇率有所回升 部分原因是对美国利率下降的预期 使日本资产更具吸引力 但日元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通胀 工资和支出稳步上升的良性循环 仍有可能实现 这种希望取决于被称为春斗 升头的春季劳资谈判达成的加薪协议 就在日本央行于三月加息的几天前 日本最大的工会联合会宣布 日本大公司与加入工会的员工之间的谈判 达成了几十年来最大的加薪幅度 春斗薪酬的上涨覆盖了约16%的劳动力 从4月开始实施 逐步持续到6月 因此经济学家仍在关注其更广泛的影响 卡茨说去年的春斗上调对经济的影响也相当大 但最终令人非常失望 有迹象表明这次情况有所好转 他补充说 但是会好多少呢 我们还不知道 来 concerned 我قط吗 侯